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也发现到 这只角色终于觉醒也被补满了 本来就是7SP的角色 现在多了一个防榜 的重点是 超觉醒居然又给了一个 变成了带有防榜的8SP角色 看到这边就会觉得 SP这种东西已经变得不是那么稀有了 技能的部分呢 从原本的回复力上升 多了龙泰姆的攻击力两倍 以及西版 这个增伤条件不大好 多半是用来抵消敌人的攻击 或是回复减 不过这个部分就是进化后会比较合适 队长戏也有上调 但我觉得也不是重点 60%减仓绑4色 没有触发等于会直接死的程度 不建议使用 石龙啊 以我个人的使用经验而言 是抽到4只 都不为过的角色 如果你本身一只都还没有入手的话 我会建议 用换的或抽出1到2只 能够帮助新玩家 在速刷编程上省下很多的麻烦 那老玩家呢 需求就比较低了 建议依照自己需要的数量进行调整 进化后 SB变SB加 这边的特色啊 就是有超多的队伍HP强化 过去在使用上 会选择超绝型的追打 把角色作为叠血量使用 目前不会使用到 主要原因啊 是因为HP的叠加 在线环境越来越简单 包含了像是小狐狸 或是猪头等装备 导致说啊 角色自带多HP的觉醒 会让整体看起来美中不足 狮龙的进化形态就有这个问题 我个人不会推荐换出来使用 毕竟进化前太有特色了 好的 结束 真的没有其他值得换的八星了 有些角色上调的不是很好 多半是东缺一些 西缺一些的感觉 不过一样 带大家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讲解一下各个角色的优缺点 堕龙 50%以下强化增加一个 变成5个的角色 多了一个火章鱼烧 搭配超绝性可以有两个 技能是两回合的属性吸收 和伤害吸收无效 只需要CD12而已 HP变1可以同时触发攻击觉醒 那问题是在啊 现环境压血队长不大主流 拿来当配像是刚后的奥米加 可以速抓关卡 进化后的二体输出比过往还要好 但不比现在的combo强化实际 觉醒多了暗章鱼烧 加上超绝性可以有两个 暗属性有这种 可以同时处理两种吸收的角色 非常非常少 但本体的觉醒太可惜了 暗属性队伍还是靠装备 来弥补这个缺性就好了 凯隆 上修后成为光属性 被变身角色里面 有四个combo强化的角色 算是补足了过去攻击力不高的缺点 技能变成两回合 延迟配两回合的属性吸收无效化 看前面的效果还不错 但技能绑六色阵 势必多数情况只能使用在多色队伍上了 让角色还蛮受限的 考量到现在杂色不主流的情况下 彩龙用看了就可以了 进化后就更没有特色了 唯一要说的话就是队长进 适合拿来打各个特殊关卡的S rank而已 因为不绑type 只靠combo数就有倍率 加上秒数延长 转出时间也很够 相比之下进化前还比较实用一些些 玲瓏 超绝情多了一个暗的章鱼勺 如果是两个 还有可能会使用到 技能除了回复和暗的恶色阵 状态解除也从原本的部分 变成了全解除 可惜CD太重了 不比其他像是现在的物语活动 垃圾还要实际 觉醒也只有横排 配一个怪怪的追打 也不是说很配合 进化后虽然有贯穿 但火力就算叠加超觉醒依然不足 曾经用在游戏的队伍上 但现在恐怕是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了 断龙 看来二体输出 也是能给就给的时代了 原本是7个U的强角色 现在搭配超觉醒 有8个U 以现在的主流目属性队伍而言 比较缺乏的是贯穿输出 虽然消二体可以达到最高的伤害 但也只有单体而已 比较容易受到无效盾的影响 技能从原本的一回合 变成三回合的属性吸收无效化 老实说这一点很强 但受到觉醒的限制 不建议刻意编程到队伍里面 不过部分的关卡 只要消木或暗的四颗就能够通过 在速刷考量上倒是可以抽到留下来 进化后 成为有5个50%以下强化的打手 不过主流的压血暗属性队伍啊 在猫头鹰之后就比较没有怎么起色 在地补属性吸收无效的位置上 使用性蛮高的 但现在用不到 换出来也不敢保证 什么时候有机会再派上用场 鬼龙 真的很惨 又是两色的章鱼烧 过去在水属性的队伍上 是很强的打手 但现在啊 水属性有很多的平坎贯穿手 外加鬼龙的攻击力又低 决心有些不给力 技能从原本的三色阵 多了四回合一COMBO加成 和伤害减轻 这个啊总觉得是硬塞上去的技能组合 现在的减伤多半要到半截以上 才比较有价值 三色阵CD也稍微偏长 不大实际 进完后SP合并 多了两个队伍HP强化 其实啊这个形态我很喜欢 尽管只有三个贯穿 但火力在有语音的加成下很高 火水两色跟火势神也蛮搭的 只可惜type偏少 比较难入到其他的队伍里面 辽龙 获得了一个章鱼烧 搭配超觉醒可以有两个 原本就是超多火恒牌的角色 只看觉醒的话我个人觉得很好 但技能太惨了 HP和觉醒无效解除 没有结棒也没有解尽销 顶多特定时刻 使用伤害无效而已 技能组合真的不大好 进完后呢 是当时超稀有的四贯穿角色 不过觉醒也给的太小气了 只有一个章鱼烧 超觉醒只能选贯穿 或章鱼烧二选一 怎么看都觉得不是现环境的角色 不建议使用 看完了我个人觉得很可惜的上修资讯后 快速来说一下我觉得还不错的六星和七星角色 进化后的妖龙 觉醒有两个封印耐性 配超觉醒的三个COMBO强化 或是两个章鱼烧 外加L字 本身的组合我还蛮喜欢的 特别是技能 上修后除了手指延长外 还多了回复力上升 CD数又不长 可以担任一个很好的辅助角色 金龙 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给非变身角色 有三个章鱼烧的觉醒了 本身的觉醒老实说偏弱 但如果搭配超觉醒 以及技能 可以成为有6SB的角色 CD11的延迟用不到 也有三测阵可以使用 除非在编程上 无法靠装备来弥补延迟的问题 还有可能使用到金龙 进化前的迷龙 三贯穿配两个龙杀的输出手 在打魔狼的MP关卡 或是猎戒 伤害都很不错 技能好在有下调CD 不然真的太重了 从原本的20 变成16 有三回合的GGM被增伤 用在BOSS战很合适 不过角色出赏的机会不多 至少目前还用不到就是了 任龙 觉醒很强 一次给了泛用性高的4个杀手 还有贯穿 那搭配超觉醒 又有10COMBO强化 应该是我觉得上条最有趣的角色之一了 警官本身的输出不高 但在6星里面算是非常的突出 技能本身也不错 可以杰作又可以解决性无效 在特定的小版面队长 或是大版面的情况下 角色会有很好的发展 好的 以上就是这次的龙气势 龙幻式系列 如果要我为这个系列下个注释的话 就是觉得这是一个不知道要塞什么活动 硬放进来的感觉 在以前看来有很多的U 很多的贯穿 有很多的杀手 是很强没有错啦 但貌似已经追不上现环境的需求了 所以有能力换角色的话就用换的 没有的话也可以小抽一下 补一些6星7星的部分 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改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